如果進取的話可以追求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網易是可以在現實評論一下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公務員的季績出來 其實它比市場出來的預期更好 就可以在公務員的季績上升 收入增長了23% 經調整新增長了3% 其實在超出獎勢上的預期 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傳統的經典遊戲 流水平均保持穩定 另外一些新遊戲好像哈利波特 魔法風扇 又有些吸收好一些生涯 可以幫助到新的收入增長 那個教育研究方面的業務 也會遲錯 英文方面已經有些改善了 所以見到它整體的業務來說 其實相對上做得不錯 加上加上公務員的業績 可以採取了一個相對上短期的一個不一樣的因素 因為在業績之前就不是這樣做 現在你出來業績 其實就比市場還好 而且你見到不同的業務 其實也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在這裡 所以短期來說 如果大業績能夠維持得到 再加上它相對上強勢 但在大市向下調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不錯的走勢來說 是一個相對上值得留意的股份 在策略上 我覺得如果是想撐的話 不妨水平或低一點 可能會留意 紫薩的位置就放回總共交易的低位置 就有139.2 都是這樣的水平 但如果市場不適合 繼續向下床底 可能會接受內部的水平 很多 科技股的相對 也依然是有一個循環壓力 但你今天記得到 其實不少都有這個路循穩 和國際上升 像是防疫 不妨如果進取的話 實際上要求大市捉底 和市場的程序 會找回網易是可以進取的選擇